連雲無常信 欺騙地主 連雲無常信 欺騙地主 連雲無常信 欺騙地主 那後來選擇連雲 那是看他們就是感覺他們很誠懇 可是後來發現並不是這樣 因為從頭到尾我們都不知道 他要跟我們的合約是地下六樓改到 地下六樓到二十一樓 改到地下七樓到二十四層樓 我們都不知道 一直到建造拿到我們才嚇一跳 而且剛剛地主還在討論說 我們是在那個他叫我們要選屋 七月十號選屋的時候才知道 他說二十四層樓跟B7 那這跟我們原來合約說的都不一樣 那你要改變 你要知會我們 地主 那我就問連雲說 你為什麼不知會我們地主 他說那因為疫情關係 那我們也不方便大家聚會 可是你可以這個重大事情 你可以讓我們一個一個散應 因為這太重要的改變嘛 而且你影響到我們一樓 那我們一樓第一次拿到的那個 他叫我們簽約那個選屋的時候 三十坪我們在群組上問連雲說 我們實際面積有多少 我原來的就有三十坪實際面積 結果就變成只有十坪 我們嚇一跳說哇變成三分之一啊 第一次他給我們的價格 我的店面只剩下四千五百多萬 叫我情何以堪 我一輩子奮鬥就是為了這個店面 結果他只給我四千多萬 剩下的分到樓上去只有一百八十萬 那連雲說他沒有違約 他按照合約 他合約寫的那麼什麼垂直分配 我們地主哪裡知道什麼叫垂直分配啊 他自己去想那個冠冕堂皇的名詞 什麼垂直分配讓大家怎麼樣 他們講話說一套做一套 那而且我們就在質疑他說 我問蔡漢林說 你為什麼建造沒有核發之前要逼我們選屋呢 我們的合約是建造核發才可以選屋 你還逼我們兩次 他就說給你們更多的時間啊 這個理由說得過去嗎 那還有他自己拿到一百二十個車位 我們地主拿到一百零八個車位 有建商比地主多的車位嗎 他用數字遊戲 其實我們地主真的是 在沒有都更的這種法規的保護之下 我們是真的一個很嚴重的一個受害者 尤其是我們一樓真的投訴無門 他幫我們當成我們是貪心的地主 我們如果是貪心的話 怎麼會再短短的幾個月 大家這麼誠懇這麼故意的簽下給他 連搬簽都很快 他補貼我們的租金也不多 中校動路大馬路上 一瓶才補貼我們八百塊錢 我們有多拿他嗎 估價是算出來 他的總權值 如果用價值來算的話 我們才拿到六十三趴 弄平數來算的話 我們拿到六十六趴 我們有過分嗎 也沒有拿他擔保金 翻簽份一戶只有五萬塊錢 這樣的聯運 然後我們覺得一樓對我們不公平 要求要跟他談 他說好要仲裁 我們說好要仲裁速度比較快 他說不行有風險 我問他什麼叫風險 我願意如果沒有我就不要拿沒關係 你讓我心虎口虎 你數字怎麼算出來的 他說他沒有超額利潤 好你算給我看 你沒有超額利潤 我們心平氣和我心虎口虎 你就好好的蓋 因為我也希望我的房子能夠有好的房子住 可是他都不敢 他出爾反爾 他說他沒有超額利潤 我說請公正的第三方出來仲裁 看你有沒有超額利潤 不該給我們 我們不會得 我們地主如果是貪心的話 不會這麼快就談成 也不會忠孝東路大馬路上 一瓶只拿到八百塊錢的補貼 出爾反爾 十億他超額是多少錢 超過十億 所以我們請公 我們有請估價師算出來 他們自己請宏大建築 建築師也有算出來 他的總金額 那我們一瓶 他的成本已經抓他到五十八萬六千 很高了 他自己說四十幾萬 我們估價師把他抓到五十幾萬了 那我們是很希望說連雲能夠出面 讓我們就仲裁比較快 讓仲裁來處理這個事情 他昨天連雲有找我們談 他一開口就說好要跟我們解約 我說好你說的喔 你說要解約可以 他說他損失兩億九千五 我說好按銀行利息計算給你 後來他又反悔了 他又說這個要經過法律訴訟 我說你是不是就顧要託我們 你沒有誠意嗎 你什麼都說你對嗎 我們是弱勢的地主 我投訴無門 我只好到處一直找律師 看哪個律師願意幫我們 這個一樓的部分 原本他三十坪的部分 是給你們換三十坪嗎 還是說三十坪可以換多少坪 原本 跟你們談到 原本他跟我們講 我們可以換到一樓二十一坪 二樓二十一坪 可是在我的認知 二十一坪是實際的坪數 不是虛坪 因為我們這間幣率是六百三 我們一樓面積可以蓋到四百二十七坪 可是他的那個 我請建築師幫我們看 一樓的地主 只有拿到一百 分配到一百九十坪 其他的公共設施 他說他們是以美學為主 你不能把你的美學 把自己的公司形象提升 來傷害一樓的地主 我們行進庫一生 只有這麼一個店面而已 你讓我只有十坪 所以因為這樣子 他有改變了一個設計 給我們公設三十五趴 一樓公設也沒有拿那麼多的 都是任由他宰割 他口口上證他沒有違約 他會設計一個 讓自己違約的一個合約嗎 當初這個合約 我不敢拿去給大家 給專業人士看 是因為我想這個案子好好整合 我怕有人介入的話 消息放出去是不好整合 所以我才就想說他們很勾益 很相信他 可是事實上不是 他們就在合約書上做文章 那其實我們真的只求說 你我現在只有個呼籲 他出來仲裁 仲裁說這個金額該是多少就多少 你一樓你沒有少拿 或是聯名你多拿了 你就很公平的還給我們 這樣就好了 我們也不求什麼 他把我們塑造成我們貪心的人 我們如果貪心會這麼快錢給他嗎 我一定跟他講 你私下給我多少 我才叫貪心對不對 我爭取我要的權益 我有錯嗎 我就要問蔡漢林 我爭取我要的權益 我有錯嗎 你今天這樣讓我的一樓損失這麼大 二樓以上分配到一億二 我的一樓只拿到一億七 我只多五千萬 估價是算出來說 在改建前 改建前是店面是二樓以上的兩倍 改建後也至少這個兩倍 可是沒有 我們這邊一樓二樓以上 我一戶曾經賣到四千萬 就是這幾年而已 結果他所獲得是一億二 我的一樓呢 所以後來有成交 就問蔡漢林看到是不是他買了 一億二 結果我只多五千萬 我還扣掉稅 很多稅都我們自己繳 還要繳到這塊地 他多小氣啊 他佔用這塊地 賣自己的房子 然後地價稅 還是我們自己繳耶 這麼小氣的建設公司耶 至少要你用人家的地 在賣你的房子耶 你要趕快把錢收回來耶 對不對 你可以到旁邊租房子啊 現在很多都更 他們都自己把泥巴圍起來 很多都更就是 就是外面租房子來預售 趕快蓋房子 提早一年兩年 我們地主年紀都很大 九十幾歲有好幾個 他們說我們不敢打官司 因為我們已經 已經九十歲八十幾歲了 你趕快蓋房子給我們嘛 你來趕快蓋房子 我去平成房子 你來趕快蓋房子 都看見了 你來趕快蓋房子 你來趕快蓋房子 你來趕快家chest